用一文不值造句 我妈上班的时候 一文不值 你这小傻瓜蛋 怎么能用一文不值来形容我妈妈呢 妈妈这个鸡蛋出来的 是鸡生的呀 那我是傻瓜生的吗 你怎么会是傻瓜生的呢 那为什么你刚刚叫我傻瓜蛋 那接近宝宝行来了 宝宝尝宝短宝宝饿了 管不管 明天就是三八妇女节了 明天可以休息一天了 妈妈三八妇女节是谁的节日啊 嗯 你说呢 是我和爸爸的节日啊 为什么呀 我妈是父母的 哎呦什么 为什么你每次出门就要化妆了 我得更漂亮了 意思说你俩的丑 你说不丑的话 其实还挺好看 只有你觉得我不好看 大家都觉得我好看 嗯 为了变漂亮 坚持了好多好习惯 那必须的 比如呢 比如坚持看免延啊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你怎么能够爱女生啊 再爱气我 我可就只带妹妹去啊 哎呦你打到我脸上了 我怎么没感觉 因为是你化妆太厚了 你 哈哈哈哈 你怎么站住 我感觉就是外面不敢相信 你爱我不 爱 那你给我我爱玲 表示表示呗 啊 那你干什么啊 我说你爱我不 我 我爱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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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请开锁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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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才20块钱呢 现在这次虾头 你知道吗 哎呦什么 那这太少了吧 你要不要呦 哎呦呦 哈哈哈哈哈哈 子慧 今天晚上你爸爸就回来了 那今晚我不会梦游了吧 这 这我怎么知道 这都问你啊 那爸也不会把我抱出去 啊 我没有抱你 是你自己梦游的 哼 奇怪了 每次我爸回来我就梦游 这 我 怎么说 我 我才知道 啊 妈妈 我是哪个世上出生的呀 你啊 凌晨出生的 你问这个干嘛 那我是不单位你睡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像什么 像你真逗 嗯 哈哈哈哈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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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别跟我哭哈 哈哈哈哈 考试了 嗯 怎么只有70分呢 一位老师扣了我30分 哈哈哈哈 你不会看前面同学看齐吗 前面小周期考了50分 哈哈哈哈 我看了 这道题的题目是 我的家人都喜欢什么动物 你不知道吗 嗯 你喜欢什么动物 包马鸭 哈哈 妈妈呢 哈哈 爸爸 爸爸 我姐姐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你们还想不想要玩具了 对了 等会我和你爸爸出去吃海鲜 晚上你们和奶奶在家吃饭哈 为什么不带上我呀 我为什么要带上你 以后你和你老公出去吃饭 会带上我吗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妈妈 老师让我们学会跟老师打电话 嗯 可以啊 那你早上说什么呢 我也没想好 要不你说 老师辛苦了 我想你了 好啊 来 点这里 咕 喂 子贤 老师辛苦了 我妈想你了 啊 哎呦 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要告诉我爸爸 啊 哈哈哈哈 妈妈 嗯 您说什么的呀 我说猴啊 那爸爸呢 爸爸属龙啊 嗯 我感觉你们在一起不合适 啊 为什么 你属猴 爸属龙 你们在一起会猴咙痛 你看 我睡觉了吧 他吐猪都会来一头呢 哎呦 妈妈 你可以给我给你的头发吧 可以啊 但是你用来干嘛呢 我要证明给爸爸看 你想证明什么 爸爸说你一毛不把 我要证明爸爸是错的 妈妈 多把这个啊 给我买的给看看 之前我告诉你啊 有个农夫他养了五只母鸡 每天呢 能得到五个鸡蛋 那你算一下 他一个星期能得到多少个鸡蛋 他的母鸡星期天休息吗 妈妈 小鸡是好爱的呀 用蛋付出来的呀 那我以后不知道了 为什么 他说我做的夫妻想鸡蛋 我觉得你爸爸不爱我了 爸爸不爱你娶你大妈 他天天闷你妈 生气 你看 又让我做的 你爸对我一点都不好 前几天五二零 我闺蜜都收到老宝马 我啥都没有 你不是有绿码吗 知道也是哦 千军外马过来一个绿码 现在去哪儿都扫码 妈妈 我们去爸那里给你绕礼物吧 可以啊 不过你早上有点发热 我等先给你做个抗员 抗员 这是对马为的吗 我也要说 好啦我们赶走吧 等一下扫一下上传结果 我来给你扫吧 不用就你这样磨磨蹭蹭的 吃屎都赶不上任务的 要不要给谁吃了吗 哎呦 什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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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贤 假论你遇到老虎了 你会怎么脱险呢 那我马上叫他爸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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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叫他爸爸呀 你不是说孤独不识子吗 哎呦 什么哈哈哈哈 不对 你干嘛嘛 啊哈哈哈哈 为啥呀 爸爸才不是老虎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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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有几个星星呢 天上是星星餐杯酪 啊ah 你给我出去 耍粥锅 compat就走啊 哈哈哈哈哈 有毛病吧 嗯 你用我有钱都有啊 我太难了 我可没有 哎呦你们 你终于找到工作了 明天就可以去上班了 工作多少 现在是1800 但是三个月过后 就是5000一个月了 哎三个月再去上班呗 啥意思啊 那我工作直接是5000 这你都不懂啊 上上班了 有人 走坏 你的脖子怎么这么短啊 这脑子也是压的 那我问你 15减8得解 不知道 我给你15根棒棒糖 你吃了8根 还有多少根 你都没有给我棒棒糖 我都不知道 那这个字叫什么 砸出来 我讲你一个棒棒糖 鸟 鸟子怎么有个口子旁呢 没有可能鸟还能活吗 哎呦你干嘛 我看有没有过气 没有答的不能讲你哈 但是我要到全天讲 你原本有几个全天讲吗 没几个 好多小朋友都生日不几家 搞什么都夸我生日得办 那还不得亏了我 妈妈 你手动抽策的 不管我了呀 等你以后经济独立了 我保证不管你 你看我经济独立了 你又比较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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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